歡迎收看 《見證投資》 上禮拜五台股把那個 向下跳空缺口封閉之後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這行情會一漲難跌 昨天台股開一個小平盤 後來拉高漲100多點 今天盤中下沙130點 下沙130點 尾盤 上漲146點 連續兩根紅黑棒 所以這個缺口已經變成支撐了 第一世紀的行情 會不會越來越好賺 是不是欲小不易 在上禮拜 央行打房的一個措施 對於房市當然會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銀建股不要亂碰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手中有銀建股的反彈上來 當然要找賣點 既然會打房 房市的資金會流向哪邊 就是股市 市場上的資金就這麼一套 對 房子不太能買 那只好投資股票市場 所以第四季的行情 好好的跟欣老師 一起來並肩作戰 我給你目標五成到一倍 我一定會說到做到 難得的一個第四季大行情 此時不買更待何時 加上今年度的一個降息 資金動了一個充沛 垂手可得的一個目標 好好跟 真的要好好跟 你只要掌握住目前 欲小不易 一漲難跌的盤勢 類股輪動輪漲一個架構 一套資金 你跟著我 一檔賺再換一檔 獲利乘數效果 你一定看得到 你絕對看得到 上個禮拜五 我賣出的景碩108 賣完之後就不動了 上禮拜五我賣出的盟利91.1 賣完之後當天剩87.5 昨天掉到83.2 有沒有賣差了快10% 就是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有減碼盟利 有減碼所謂的景碩 接下來有沒有 控育資金轉進其他個股 什麼是一檔賺人再換一檔 竟好是會付諸行動 會做給你看 所以這樣定影投購 上禮拜五進場 營收新高 頭肩滴滴的形態 新天量6萬多張 量大好進好出 真的又好賺 三天漲了20幾% 你還在認為這個第四季行情 非常的難以操作嗎 踩對節奏 對 該賣的 像老師會帶你賣 該進場的 我當然會帶你進場 我給你的優勢跟價值 你忘記了嗎 跌時跟我買 是我給你優勢 漲的時候帶你賣 是我給你一個價值 對 昨天佛洪高 賣出了細光子的滑星光 聯軍也賣出了折疊機的富士達 不是嗎 所以定影投控 上禮拜五 這麼量先價行的概念 當天的高點7.5不會是高點嗎 所以當天買68 一定買得到 當中在67.7 買完工漲停 漲停打開之後不用怕 這個量價結構已經告訴你 71.5一定會過 禮拜有沒有馬上過 跳空上去鎖漲停第二根了 76.3 兩天看到兩根這樣就十幾%了 今天又大漲半根以上 三天23% 一檔股票 強漲三天 給你一個很簡單的建議 三天快30%的個股 短線當然不要亂追 你要買等壓回 如果壓回 來到一個不錯相對低檔之聲 才可以進場 不要追在一個短線 會讓你套牢的位置 這樣真的不好 賓賓賓一樣幾個股票 三天我們賺了二幾% 你不要跟我說禮拜五來不及買 昨天看到定影往上弓 又不敢買 今天忍不住了跳下去買 這樣對 竟然是反市場操作 喜歡低檔買高檔出 所以昨天一樣逢高 賣出了華星光 低檔買的 沿路的逢低承接加碼 上去148賣65% 我賣給你看 我拿出會員的抗訊 來跟你對時對價 對 從上禮拜的蒙利 以及景碩 我有沒有拿出抗訊 我有沒有很誠信的面對會員 分析師至少要敢面對會員 不敢賺錢賠錢 怎麼帶會員的 就在電視上怎麼告訴會員 至於電視機觀眾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 一位分析師真實的一個操作 你可以去探聽一下 搞不好你周遭的朋友 很多人是參加投顧分析師的 到底誰有專業實力 拿出會員的抗訊 來跟會員對時對價 買在什麼位置賣在什麼位置 全程公開 要做到這樣的境界 真的很難 所以大部分他們也不敢 不敢秀抗訊 只會畫大餅說賺很多 真的賺那麼多 低檔什麼時候買的拿出證據 高檔什麼時候賣的拿出證據 來跟會員對時對價 這才是真的 所以上禮拜五的賣出的蒙利 你看到了吧 不賣差了快10% 昨天華欣光我賣148% 時間價位你都對過了 保證一定成交 賣完之後 尾盤141 今天華欣光就不動了 聯軍也是一樣 兩階段的操作 68%賣 回當五天轉折買點 衝高再賣 這樣快一倍 98% 是我一步一腳印很用心的 帶會員創造出來一個績效 隨便講的嗎 我是看盧梭故事嗎 不是吧 昨天創新高 你會想賣在這個位置嗎 請問一下 這沒有一定的實力 漲停板沒有觸及到 下來說漲停沒有說 漲停你敢賣嗎 你捨得賣 你會想賣嗎 它大漲 它不是跌 賣 198 結果收盤 184 差了快10% 今天聯軍也沒什麼動 所以欣老師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98% 聯軍矽光值落袋 華欣光 65% 148 落袋 很清楚的賣出的位置 摺跌機的一個富士達 昨天 最高845 前波高846 我看他沒辦法過 828賣 沒有賣最高 就賣828 從低檔區上來的 我賺98 累計718 同一檔股票 好不好 忠實的觀眾幫我做見證 我的會員幫我做宣傳 所以828的賣點 很精彩 時間教你去對 保證一定成交 一定成交 昨天的富士達 你沒跟我賣的 今天剩780 差了48塊錢 10張 差了48萬 代表昨天那一通 賣出的扣訊 價值48萬 所以昨天逢高拔檔 對 該停利就要停利 停利的資金 今天可以買什麼股票 你知道嗎 今天的萬海 你看看這個型態 真的是夠低了吧 打底兩個月 今天佔上景縣又帶量 8月份的營收 年成交率高達126% 超過一倍 所以整個貨櫃三雄 長榮 萬海 陽明 這三張股票 其實第三季的營收 表現是非常亮麗的 我可以先這樣跟你講 我只推薦萬海跟所謂的陽明 因為他們的型態或是機器稍微低一點 我認為他的空間會比較大 所以今天的萬海買在什麼位置 買在86.5 9點32分萬海 營收成長126% 87附近買 當時候是不是在86塊半 你去對時對價 買得到還是買不到 金老師在電視上所秀的口訊 親愛會員 我給你一個承諾 只要我敢秀 就是保證一定買得到 就是保證一定賣得掉 這是我跟會員合作交心的過程 我不曉得你跟其他投顧分析師 你得到是什麼樣的一個交心的過程 我希望是快樂的 不要不愉快 因為很多你跟其他分析師 合作不愉快的一個過程 讓你心裡非常的受傷 所以很多人都來找我 因為金老師最誠信 最實在 我敢這樣跟你講 比我認真的分析師 三根手指頭數不出來 金老師每天用心盯盤 從開盤前準備的工夫 要跟超盤士研究團隊討論 9點鐘就開始盯在螢幕上 一路的盯到1點半 不然我怎麼跟會員對視對價 我不容許一個賣點或一個買點 錯失那個最好的進場點 或是賣出的位置 會員那麼多人 靠我的指令再進出 再打拼 我當然要給他們最好的績效 所以金老師沒有時間去盤中連線 真的 我盤中跟其他電視台 比如說跟57台58台連線 那我怎麼盯盤 我怎麼操盤 稍微一個閃失 買點不見了 賣點不見了 我怎麼對得起會員 所以很多電視台 一再邀約我去盤中連線 或去上晚上的什麼財經節目 抱歉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因為每天操盤時間 上節目的時間 上完節目之後 研究的一個時間 我根本沒有其他時間 講白點就是如此 所以對今天你所看到的 萬海的一個操作 當然是昨天賣出了富士達 賣出了延軍 賣出了所謂的華星光 有賣才有資金買新的 金老師不是亂槍打鳥 你應該知道 我給會員的一個直股檔數 就三檔頂多五檔 是不是 所以萬海買86.5 這邊 是不是都在86.5附近 很好買 尾盤亮燈 90.7 是不是很漂亮 現買現賺的感覺 對 運氣真的不錯 買完之後馬上攻漲停 這是很多人喜歡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會跟你吹去 我買82.8 一定是站上警線這個位置 才發現他的投資價值 今天可以買 就買86.5 會員在看我節目 在跟我對視對價 難道我要呼嚨我會員嗎 這樣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說實在的 所以86.5買 買完之後亮燈 90.7 林委員黨 陽明營收成長 一樣超過一倍 這樣是第一基期的 打王雙敵 站上警線 我認為陽明也可以買 這是我的一個推薦 所以在目前行情 第四季 連續兩天開機走高 你認為這個行情搶不搶 那個跳空缺口 是被用4千多億的量能把它封閉 壓力已經變成支撐了 不然這兩天為什麼都開低走高 盤我看得懂還看不懂 你好好的跟 今天的全新 你應該可以賺到漲停板 我是在低檔區 一再告訴你這檔PA的平概股 你可以逢低承接 可以逢低佈局 當我在佈局一檔股票 有時候真的沒有馬上發動 你們不感興趣 所以籌碼比較穩定 籌碼穩定 今天就拉出一根中長紅亮燈了 不是嗎 所以這檔股票積極夠不夠低 相對低檔買點132 親愛的朋友PA的平概股 今天幾塊錢 今天叫做161 10張快要30萬 10張花你130萬 可以賺到30萬 這是什麼行情 第四季年底大作賬行情 全新 在去年度還記得嗎 受到疫情的影響 消費電子的疲弱 當時候全新 是虧錢的公司 你敢買嗎 老同學 會員 當時候我們帶你們買在 去年度的三月份 這叫84.2 庫存調整淨尾聲 一旦淨尾聲 接下來就是有盔轉盈 所以轉機的個股 你一定要確立它是可以賺錢的 才可以帶你的會員 做投資買進的動作 所以去年度的三月份 84.2 這一疊資料過去的一個操作過程 什麼時候賣 173賣 173賣 這樣有沒有一倍 84到173 去年度的功率放大器的代表作 全新 宏傑科 你忘記了嗎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全新 打下來 相對低檔的買點 相對低檔的買點 不是今天漲停板了 才來搖旗吶喊 有用嗎 所以132夠低了吧 支撐畫給你看 支撐畫給你看 準備迎接i16換機槽 一般2G手機要兩顆PA 5G7顆以上 倍數成長 9月13號 135撐完就會往上 所以132 135要不要買 都還沒動的一檔股票 你覺得很慢嗎 你覺得很慢嗎 從今天開始 你又覺得它很快的 明天你又想去追了 所以整個全新的架構 在禮拜五 上禮拜五 9月20號 有沒有告訴你 箭頭往上 我講得很肯定 對 昨天的全新有沒有漲 有沒有漲 有沒有漲3 4塊 有沒有 今天全新如何表現 所以整個全新的一個架構 今天 尾盤 攻上漲停 恭喜一下會員 161.5 我給你好多次機會 真的很多次 太多次了 對 132 可不可以買 相對低檔的買點 很清楚的操作建議 135支撐 撐完就會往上 135要不要買 今天已經從132來到161 買個4張就好了 你有沒有130萬 有吧 那如果你有1000萬的 買個4張花你130萬 可以創造30萬的利潤 金老師的一個價值所在 不是每天打折給你優惠 我的一個價值就是幫你創造績效 第四季行情給我時間 我給你破斷 我講了好多次 我也給你好多次機會 好不好 所以整個全新的一個架構 太棒了 太棒了 賺漲停板要靠實力 沒有錯吧 他還沒漲停板以前 邀請你低檔布局 今天萬海鑽漲停 我也修出科訓 運氣比較好一點 現買現賺 那全新呢 全新呢 給你幾次機會 所以整個 PA功率放大器的 我特別在上禮拜五告訴你 其他的PA也看好 哪一檔 就上禮拜四佈局的這一檔 洪捷科 他也是PA的 所以我在禮拜五告訴你 其他PA也看好 因為我上禮拜四 已經佈局這一檔洪捷科 今年前半 獲利相當去年整零度的五倍 對 去年已經有虧轉盈了 竟然賺更多 這有一個消費性的一個需求 的一個cycle的循環架構 目前是成長的 是往上的 所以洪捷科 上禮拜四 101.5 夠低了吧 歡迎跟上 有沒有一模一樣 親愛的會員 對不對 基本面的分析 K線都讓你看了 沒有錯吧 今天一個洪捷科 從101漲到109 剛發動而已 剛發動而已 發動的掀開 讓你們 噗噗一下 所以你要懂得聞香下 我總是要一檔股票 稍微漲上去 成本拉開了 然後再公開給你們知道 這樣比較對得起會員 不然有時候會員 會稍微抱怨一下 說我 說了太白 說了太清楚 你知道嗎 將心比心一下 所以這檔 八月營收新高的 昨天特別告訴你的 它的一個型態跟基本面 跟定銀相同 定銀三天 二三趴 沒有錯吧 頭肩底的型態 營收新高 這檔股票 一樣是頭肩底的型態 營收一樣新高 今天這檔股票有沒有漲 當然有漲 漲半根 打破稍微take這兩個圖 近一點 有沒有看到昨天 在這個位置 今天是不是拉出去 今天漲半根 台股盤中跌130點 它就跌不下去 今天還漲半根 像這種股票 未來的波段利潤 邀請跟我一起來找我 就一樣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IC設計的連發科 當時我第一隻腳 我買在998 還記得嗎 當年股價最低981 來到收盤價991 我說這張股票 跌破1000我就進場了 為什麼 前波低檔966 來到這個位置 這時候不買你什麼時候買 我問你 賺超過4個股本的連發科 你要怕什麼 你要怕盤中 我沒有指引到你而已 所以有時候 你對一單股票的價錢投資 買點 不曉得在哪裡 千老師 就有大好利 你來跟我合作 你做股票比較早 我沒有跟你騙 所以當天 981 破底 誰會分析連發科 哪一個投股老師 告訴你連發科 跌破1000要買 在下我而已 第一隻腳買點 買完之後連沖兩天 150 這樣169塊錢 隔天8月8號 回檔來到1100 跌 跌50塊 我告訴你還沒漲完 多麼肯定的分析 在一檔股票回檔修正的過程 我又給你一個非常明確的 正確建議 因為接下來就從1100 漲到1265 所以第一隻腳 有284塊錢的利潤 夠不夠精彩 接下來受到大盤影響 所以聯發科跟著拉回 打第二隻腳 目前第二隻腳 是用一種 擴底的形態 這個擴底的形態 我認為還相當不錯 第一隻腳 單腳回升 第二隻腳 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 那是為了將來的一個上漲空間 所做的一個打底動作 所以這個擴底的第二隻腳 代表聯發科有機會過前波高 這是我中長線的看法 另外這一檔光盛 細光子的 當時候我給你的買點 是不是夠低了 第二隻腳買點 所以9月12號的光盛 最低340 買在這個位置安全 可靠 對不對 9月12號的位置 18號有沒有大漲9% 來到380 今天的光盛 380了 將近50塊錢的交叉了 要賣了嗎 要賣了嗎 細光子的聯軍 細光子的滑星光 我隨便賣了 那光盛呢 到底要不要賣 不要去猜 跟上訊息 你就知道 現在是給你的優勢跟價值 不僅會帶你買 更會帶你賣 這一檔YY7的概念股票 一樣雙抵 站上項限 上禮拜四 告訴你趕快上車 今天上場股票 還在這邊 還沒大漲以前 你當然有逢低 承接付出的機會 未來第四季 主流個股不曉得如果操作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業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 對思 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提出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